一天华一老师在台湾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舞蹈家 而且他后来还专注在运动治疗这块领域 待会要为大家一一的来介绍 因为是非常的了不起 我相信大家对于一老师的成长背景 求学的过程一定非常的好奇 家里面有谁是对他影响最大的 为什么会走上舞蹈教育这条路 我们听益老师来说说看益老师 好的 会知 事实上早期的家庭都是大家族 一家人生八个小孩不为奇 十二个都有 我们家就是大家族 光光我兄弟姐妹就有八个人 因为我父亲 他从跟着政府到台湾以后 就进入转换职场 本来是军人 后来就做公务员 时间很多 我们小的时候 人多 没有什么好玩的 我父亲因为他会武术 他的武术非常好 所以他就把我们集合起来 闲暇至于每次下了课 差不多四点半的时候 就一直排开 就开始练基本动作 少林拳的基本动作 当然有一个过程 早期他也是接触到少林式的高增 也是早期我的祖母很注重小孩子健康 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个高增到家里来住 住了三年 三年然后请他把运动的方式交给小朋友 我的父亲他兄弟姐妹也有六个 结果他们练得非常好 尤其是师父就跟我父亲讲 他看出来他很特别 他的功夫特别好 就是说叫他传承 所以我父亲闲暇之余 就把我们组合起来 每周末差不多 周一到周五都练习 练习的话也很好玩 很有意思 我们也有这个天分 所以做得很好 然后就不得了邻居来找大哥找大哥的 大姐找大姐找我的找我 你们都在运动我们也要加入 就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武术班 可是女生多 当年小女生多 好 然后集合起来就练舞蹈 民族舞蹈也很好 就这样子酝酿 从小肢体运动就很轻松自在 就奠定了这个基础 不管是民族舞蹈 剑刀枪棍棒 少林拳 太极拳 还有气功 通通学起来 所以您父亲也是非常的有才华 因为所有这些要会也不简单 而且他还可以分男生是武术 女生是舞蹈 没错 他的这个情意也非常好 我曾经看过他弹 这个主题的文技棋舞 因为我姐姐她曾经这个建树 得到七年冠军 就有一次在表演的之间 忘了带录音带 结果他立刻跳上钢琴 弹钢琴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弹钢琴 我只看过他拉弧琴 是 哎呀他就整个弹下来 我父亲跟我姐姐合作 这个建树的表演 看到傻眼连我都傻住了 我才知道 我父亲是一个天才儿童 真的耶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他的师父看到了 所以鼓励他就是把这个传出去 易老师后来就上了文化大学的舞蹈系 继续这方面的练习 也是 是他坚持 当然我有 我当时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健康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家这么多人 将来老大都会生病 所以我坚持要念护士 我只考到护士 学校去 我说我要念护士 他说不行 他说你舞蹈都这么好 女生 就是跳舞开心就好 我说不要 我要学护理 他说 那你自己付学费 那时候没有打工 没有卖当劳 Anyway 没有办法 乖乖的去 我很简单 因为我们都会 我祖母还很好笑 曾经讲过说 你念舞蹈系 你的舞蹈还要交费去学吗 我说不用 事实上也是 在学校的时候 我都是小老师 站在前面 你舞蹈 武术这些 老师根本都不用费劲 来一天花 到前面一站 大刀花 左右缝手 弓箭步 然后倒踢紫金关 Anyway 他只要下个命令 我就带着大家 连打分数 天花 你去打 应该老师都自探俘虏吧 对你的所有这些舞技啊等等 当然当然 比不上 对比不上 是 所以就一路这样走来 那在这中间 其实你也是非常的 enjoy在这其中 所以你的求学过程 应该是很愉快的 非常顺利 而且非常愉快 那尤其后来毕业了 不是供逢电视的 对 盛世 三台 只有三台 现在不一样 那时候只有三台 然后我又是专科出身的嘛 然后就把这个机会给我 然后偏偏我又很认真 然后人家觉得我很好 所以慢慢慢慢 大家都认识我了 是这样子的 是 怎么样会走到运动医学这一块 我们知道你在国内外 都有很不凡的求学经历 特别到美国也专攻了运动医疗这一块 是不是谈谈这个部分 你的经历 好的 那事实上是这样子 因为我教了那么多 然后因为很多人都找我教课 那我教课就是 就是气功 要不然就是one more two more 要不然打太极 那你还有什么 像我的老师在学校的时候 当然有的老师他的东西不是很好 可是有的老师东西很形象林怀明 他是业界舞蹈界最出名的一个老师 然后他用了最好的学生 我的学姐学妹 然后这么好 所以有这么好的作品 那你有什么 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名气 那你又教这些大家都有的东西 那你自己有什么 所以在我45岁的时候 我就到纽约大学 我学的不是运动医学 我学的是舞蹈治疗 舞蹈治疗 用舞蹈来治疗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访谈节目里面聊过 其实在美国有蛮多人 有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其实现在这种状况越来越多 可是舞蹈对这些疾病 其实会有治疗的效果是吗 是的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因为我很有经验 我自己教学教了20多年 然后去了以后 我就深入研究 什么叫做舞蹈治疗 就刚刚慧慈 刚刚讲到的这个精神方面的 心情情绪方面的 这个一个状态发生 然后你利用你的情绪 你有喜怒哀乐 你不要用讲的 你把它放松出来 那有一个这个老师引导你 那你随着你那天的心情 然后去做肢体的放松 当美国人的教育 跟台湾的教育是不同的 你叫一个同学说好 你表现开心 老师什么叫做开心 老师你示范一下 当你稍微做一个示范以后 全班的同学二三十个 都都跟你长一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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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对的 喜怒哀乐 有你自己个人的 像老美 他们就是完全自我 我的开心 我也许只是怂怂肩 那我也也许我的开心 只是摇晃 都不一样 所以它可以达到一个放松 真正内心的一个情绪 那因此我们在那里 修课的时候发现 中间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教育背景不同 不同 家庭环境不同 还有文化影响 但是由于我自己 这个工作的经验 我看到老美 可以用现代物 变成一个医疗的手段 他们是在公立医院 是有精神科的医师 做引导 发现他有自闭症 有忧郁症 有精神关能症 神经病了 他都是生病 他真的是生病了 好 那你就到舞蹈治疗的 class里面去 当然这是小半 那这是属于 你的mentally的问题 是精神 心理上的 那心 头脑的 对 心理上的 然后是不是有可能 身体上的 因为我教的课程太多 又教打太极拳 又教气功 然后又教踢踏舞 又教民族舞蹈 又教现代舞 但是呢 在这中间看到 身体都变好了 那既然文化背景不同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借由一个运动的模式 产生一个运动的治疗效果 是 后来我才接触到运动医学 对 那运动心理学的范畴也很大 在我纽约大学学这个硕士课程的时候 也接触到跳芭蕾舞 你跳芭蕾舞不是跳现代舞了 你跳芭蕾舞到最后影响的身体 会造成什么 就是你的腰偏斜 为什么身体要平第一个 第二个你的脚 脚步是要抑制步 对 是要平的180度 有没有人走路是180度 没有 第一位置 第二位置 第三位置 第四位置 右边左边坐 他跳久了以后 他的这个spinal 就是我们的脊椎 整个屁股是翘的 所以你看那舞者胸好挺 屁股好翘 结果他的那个腰椎是弯的 那造成很多问题 造成这个腹腔 腹人病 是 很多问题 不孕症啊等等 为什么 然后最主要是一个 这个腰椎的疼痛 是 然后嘴肩盘的滑脱 在运动伤害是有的 那就给我很多感触 尤其是舞蹈治疗 那我也曾经在去求学的之前 接触那个严重 最严重自闭症 从小baby开始就自闭 天生的 是 然后丢到我班上 我也是利用现代物 然后把它三个月完全康复 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 但是成功了 然后我去接触到 我才恍然大悟 那我自己已经有一个系统 然后这么好的系统 我是不是给他分门别类 第一个也有可能 是心脏病的 不应症的 或者是糖尿病的 或者是B型肝炎的 都在我的这个教导中间 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所以就是透过舞蹈跟运动治疗 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吗 不用 那个交给医生 是 医生 你交给医生 该吃的 吃 但是你不可以不做运动 并且这个运动 不要做错 你做了半天没有用 你花了时间 当然有做运动 比没做运动要好 可是你如果做对的 那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对 不是更好吗 对 而且这个有点对症下药的感觉 没错 就是这样子 针对这个疾病 就是这样子 是 谈一下您之前这个求学 在台湾求学的过程 因为到后来 这是你在美国的一些治疗的成果 可是其实你在台湾 从舞蹈系 直接就念了青花研究所 对 那个是从纽约大学回来以后 你回来以后 对 所以这两个是很不同的领域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谈一下 那我回来以后就发现了 也许因为教育不同 那我推广这个舞蹈治疗 很困难 是 那个效果不脏 因为文化的背景 那它的这个认知不一样 所以达不到那个舞蹈 要求放松的一个情况 是 好 那我就研究运动医学 那运动医学 你要证明 对 这个运动是有效的 当然我的工作告诉我是有效的 好 那结果我就去扣门 去找到荣总 荣总的医生说 你有license吗 然后他知道我学舞蹈资料 很有趣 那荣总有一个实验小组 有一个李宗晴老师在那边负责 那他不是舞蹈背景 那我是成舞蹈背景 好 完了以后他做的还不错 那结果他问我说 你有没有这个license 执照吧 对 我只有毕业证书 我们台湾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执照 那美国也是 也是还没有这样的执照 所以你是台湾的运动治疗第一人 是我提倡 我是提倡 因为我看到有效 那他说 那这样子你就不能 你有办法 我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合作 他说学术合作 学术合作的话 那你就进学校吧 进学校 我这么老了还要去念什么书 那时候学校很有意思 就是叫做跨领域的学习 事实上是很多 很多已经收到高等教育 他有这个经验 但是他没有那个机会 后来系所开放 你跨领域 你有你的独特的眼光 跟经验 或者是有可能成功的这个情况 他就开放 所以我去考试 我真的是 就去报考 我有这个文化大学的学历 我有纽约大学的这个硕士学历 然后我就考这个博士 可是你什么都不懂 你是门外汉 对而且领域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 对 好那你怎么办 那我就碰到一个很好的教授 他就跟我讲 你朝这个清晨代谢进入 但是你要先去了解这个环境 所以后来我就去旁听 我去旁听总可以了吧 去听课 去了解 他们到底是读什么 学什么 然后我要准备什么 就后来就知道了 他的范畴很大 那事实上 我考了两个科系 一个是生命科学系 一个是原子科学系 这两个系所都非常 open mind 听起来很学问很高的感觉 结果后来我就说 好那我就当学生 一整年乖乖的坐在那里 好那我就报考 报考完了以后 你要presentation 你要提报 那你提报什么 提报糖尿病 新陈代谢 为什么 事实上这个太简单了 太普遍了 太普遍了 为什么 在美国他们是利用跑步机 对不对 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肌肉 叫skettle muscle 肌肉做运动的时候 然后发现 当你做运动的时候 尤其是肌肉在stretching 收缩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把血糖打掉 所以呢 那个跑步机 最早 科学嘛 不能满街乱跑 你要在原地跑 就是unit 一个单元 细胞也是看一个单元 就是骨骼肌 是 然后你就跑跑跑跑 然后做biospecies 组织切片嘛 当你跑的时候 你大腿栽一个细胞 一化验 哦 你的那个血糖 血糖值啊 下来了 嗯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好 你手这样动 不是跑跑跑 30分钟 四拍 这样子 123 4 好 我动一只手臂 我做组织切片 完了以后啊 就是这个骨骼肌嘛 然后我这个手没动啊 嗯 我是糖尿病 打比方讲 我是糖尿病患 我这样子四个 节拍下去以后 两个手都去 做组织切片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手啊 血糖完全代谢掉 嗯 这个血糖高高的在那里啊 就是130还是130 但是你这样动视下以后 它变80了 是 所以已经有实验证明了 都有 人家老外都做过了 是 那我要这样进去是 应该OK的 嗯 反正就考试好难哦 这个考试难哦 不行 学科学科 学科都烂糟糟 但是这个报告非常好 两边都成功了 就后来我要看 因为我去旁听 我发现 我要追求的是源头 嗯 身体的源头是细胞 是分子 是奈米 嗯 所以我后来决定 进到这个原子科学 是 那也因为进到原子科学 让我们毛色顿开 是 事实上我们身体都是这些 周期表里面的基本元素 对不对 从轻啊 一直到最后 那个大的 可以放射线出来的这些离子 那事实上我们的身体都是这些 钙啊 铁啊 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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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啊 氧啊 它的结构嘛 那你今天研究健康就要看 所以非常成功 看到身体是有系统 嗯 你有生殖系统啊 所以生命的传承啊 对不对 但是这里面问题很多啊 要有什么 内分泌啊 要有荷尔蒙啊 这些调整 对 很巧妙的 很巧妙的 然后这都有一个系统 那你呼吸 呼吸有一个呼吸调气的系统 走你的心脏跟肺脏两个配合 对 好 那气动和三嘛 人是一口气嘛 要活就是要有气嘛 对不对 所以那你要呼吸调气 那所以这些东西啊 一一都帮我找到了 而且在这过程中间 就发现 它可以帮助很多不同的 对 病况 是 然后你在接受治疗的时候 你利用这个运动 正确的运动方法 可以帮你把血压降低了 嗯 可以帮你把血糖降低了 对 甚至你有B型肝炎 你好好地做肝脏操 你的B肝指标 全部到水瓶里面 对 听起来很神奇 不神奇 不神奇 就是发挥它的 那个修复机制 是 对 易老师 您自己本身的养生之道 而且你未来准备 怎么样来推广 这个运动治疗 那当然我们很好奇的更是 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重点式的运动 针对你自己本身的疾病 来做这个治疗 是很重要的 没错 中医都讲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我就想说 那时候还不明白 因为没有接触科学 是 医学科学 什么叫头痛一头脚 就叫你全身做运动 跳舞还要那么简单 你就全身要动起来 对 你身体才会好 你才会优雅 你心情才会放轻松 对 什么叫做头痛一头脚 头痛一脚 原来是有这个功能 你头痛你就针对 这个处理掉 我就急 我就是头痛一脚 我受不了 我就是立刻马上 我吃指痛脚 不会马上 然后我做运动 针对头运动 他立刻马上不痛 是 那脚也是一样 那你的脚是什么脚 是扭伤拐道还是什么 那物理的物理附件 什么先冰敷再热敷 那都是从外面 你甚至自己运动 从里面把它化开 它就好了 对 对不对 所以包括我刚刚讲的 逼肝 我就做肝脏操 那听话造作 就像吃药 医生教你吃三顿 有时候还睡前四顿 那你就乖乖的 早午晚 然后局部做运动 轻松愉快 但是你不要以为 你做这个就可以了 你还是要做全身运动 对 但那个方法是慢慢培养 这个救急先处理这个 结果看到它的功能下来了 好 还有四网膜玻璃 彩虹膜玻璃 这个都是现代人的 对不对 常见 进到那个彩虹膜玻璃 进到那个图书馆 那个直线 它就头晕了 简直没办法 我说好了 那我们就做丢科 民族舞蹈的抛美眼 对不对 就运动眼睛 你就运动眼睛 但是这里面有技巧的 不是说开着眼睛 随便运动 不是 那你做完这个运动以后 你也是早午晚 你要背着光坐 不能向着光 早午晚 早午晚 完了以后 一个礼拜以后 它就可以进图书馆 是 所以要有恒 要有恒心 但是要对 方法要对 方法要对 很重要 那它已经看了医生 开了刀都没有办法了 那你就做运动 直接跳到你的患处 是 对不对 它有修复的机制 这个都是奈米分子 都是你身体的功能 自己调整 可是你要做对 你做不对的无效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发现运动治疗 是一个非常好的将来 一个可以帮助大家 把健康 把它回正 对 而且我看易老师 在世界各地 很多的社团 包括台湾 在内 您也都做很多的推广 教很多人 很多工法 对不对 对 在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个 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可以坐在椅子上 就可以来实行的一个简单的功法 其实人最主要是神经 神经就是调控我们所有的内观 内脏在运作 神经的话从脑 指挥肿部在脑 然后走中枢神经 脖子到全身内脏 中枢神经 脊椎一溜 那你每天上班很辛苦 你受着电脑的限制 老是一边 左右不平衡 身体偏斜 对不对 也是这些中枢神经 就是中间的这个大梁的问题 那你就很简单 就坐在椅子上 往后仰 吸气往后 然后倒贴着背 背然后整个下巴拉起来 你看 就像钓鱼杆 你这大梁 就像钓鱼杆 但是你别忘了 旁边是神经 就好像弹吉他 对不对 神经又活化了 一个往前 一个往后吸气 一个往前 往前的时候 去把你的头 放到你的膝盖中间 就是你的整个大脊梁 一个往后 一个往前 这样整个做舒展 对 也不必久 大概做个八次吧 深呼吸 慢慢吸 慢慢吐 整个身脏 心脏肺脏都拉开了 做完就觉得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就不一样了 整个身体都化开了 其实做到椅子上 就有很多动作 包括肩膀 包括颈部 手 手的配合 包括肺脏 都可以做运动 所以这个方法 就是看你的目的为何 然后你就来做什么样的运动 是 那易老师您本身的养生之道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因为你也是非常的忙 那有没有一个是 你每天可以持续有恒的做的 比较简单的 我以前的一天 周一到周十 全天课程 满满 最大的技术 就是一天九个小时连续不同的 连续不断的教课 九个小时连的 然后都是每一秒都在跳动 然后我就发现 也有运动伤害 对 那你就要保养 像现在我超过六十岁了 我就要做保健了 所以我的课程 绝对不排到礼拜六礼拜天 是 我现在课程周一到周四 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 除了在课堂上带动大家 说我不会偷懒 是 很多老师是说我 是用说的 对 那我不是 我是真的带着大家动 带着大家动 完了以后呢 我会每天早上 有的时候晚上 晚上太累了就不做了 但是每天早上 我会有三十分钟的床上运动 是 我会在床上 晃一晃身 腰摆一摆脚 我会抬一抬脚 会转一转头 腰背 然后做做仰卧起坐 睡前 睡前可以做 如果你放在睡前的话 它有这个治疗的效果 你放在起床 起床的话 醒脑的效果 那我们一般都太累了 因为我们白天都在嚼课 所以晚上会做的机会比较不大 有时候倒下去 one two three 就睡着了 所以多半都是早上 像我今天来之前 我就做了三十分钟的运动 我才起床 我每天每天 每天早上都做运动 是 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易老师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力行 每天有恒的做 不要很长时间的运动 但是只是要有恒 这个很重要 身体就会很健康的 那今天节目 我们非常的感谢 台湾知名的舞蹈教育家 易天华 易老师到节目中跟我们做的分享 谢谢易老师 谢谢惠姿 谢谢 谢谢